字幕 李宗盛 阿波 下去拿 今天我們去吃小杜一麵啊 但是其實我們不知道怎麼介紹它 我就覺得好吃嘛 而且它就是 從小到大吃的那種 很懷念很懷念的感覺 你說我覺得它哪裡好吃 講不出來 但是就是很好吃 那今天我們就帶大家去吃吃看 我們走 看看 郷知名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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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天 是 我 接著開始 來來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間小豬意麵 我們先不論它的意麵之前 我要先告訴你 它的餛飩 真的 你先看一下它的餛飩 它餛飩真的是非常非常之扎實 皮薄餡多 我個人超愛它的餛飩 所以我都會點餛飩乾麵 這是它的餛飩乾麵 然後它的那個醬香味是非常的濃的 所以它餛飩很好吃喔 非常好吃 那為什麼你不要點餛飩啊 因為我點餛飩乾麵啊 再點個乾餛飩啊 也是可以啊 我們等一下再加點 因為它的麵呢 它的麵是那種醬油香 配上油香的 非常好吃 台南你跟人家說小肚 一定大家一定會跟你說 你很胖啊 那有小肚 沒有 我是大肚 對啊 所以在台南你說小肚 人家一定會說你很胖啊 不是啊 說小肚人家一定會說 這個就是 好 要懷胎生的 意麵 三個月啦 意麵 可以不要在我滿嘴面的時候 想幹話嗎 我們人生沒有講過正經的話 也是 然後你要配一塊肉 它這個肉喔 畫龍點睛啊 它會吸那個醬油啊 油香油香的 好好吃喔 什麼肉你知道嗎 那有什麼東西的嗎 賤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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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看喔 這是小碗的餛飩肝 這是大碗乾麵喔 它的大小喔 我們就不多說了啦 好不好 你就自己去訂購 我來都是點小碗的餛飩肝這樣 然後 它的滷味呢 滷汁很香 欸 你手在抖欸 因為它很重 因為它是這個長盤啦 我們這樣給大家看一下 好 它好吃在哪裡呢 有一個訣竅 就是這個 就叫做辣椒糕 不是白辣椒啊 不是 它這個不是白辣椒 它是自己弄的 你看喔 它的辣椒糕 你看喔 它這辣椒糕吃起來甜甜辣辣的 非常好吃 一定會加在它的滷味上面 非常棒 它就是把那個辣椒啊 直接加到這個醬油裡面去煮 非常好吃 可是它算蠻有辣度的 如果你個人沒有吃很辣的話 沾一點點就好 拜託 這樣搭配起來真的很棒 很好吃 然後你要點這個 它叫豬軟骨 它這個滷味很特別的這個 它叫豬軟骨 有沒有看到 白色的那個軟骨的部分 它這個喔 一個十塊錢而已 很好吃 很脆口 來這裡一定要點它 嗯 而且它那個脆脆的感覺 會豬的軟骨 雖然我點湯呢 你會點這個 骨肉湯 骨肉分離啊 看一下 有點軟軟 嫩嫩的感覺 嗯 我跟你講 這個骨肉湯超正的 因為它的那個湯啊 裡面就是用這個骨肉 一直去熬一直去熬 所以你可以喝到大骨的鮮味 然後肉非常非常軟嫩 超讚 限量的喔 限量的 一碗三十 超值 超值真的 台南的麵店這種骨肉湯 都非常非常的強大 你都可以來試試看 好 那等一下我們把它吃一吃 就跟你做一個結尾 吃飽了嗎 吃飽了 很飽是不是 對 不過我們現在有點尷尬的狀況 什麼狀況 在停車殼上 對 見面有一台車一直在等我們 而且它還偷拍你耶 對啊一直在拍我耶 我好害怕喔 真的 對 這樣會不會被檢舉啊 應該會吧 欸這有六千耶 對喔 那六千 我在車上是可以的吧 應該可以吧 啊好吧 那我們就繼續把它拍完吧 好 趕快趕快離開 好啦我們先講一下 小豬麵真的是台南道地的好味道啦 對 麵真的很Q 而且那個Q的過程當中 它是不是那種嚼不爛 很有嚼勁 然後很會沾附那個醬汁 醬汁進到嘴裡 然後麵體一直嚼 很爽 然後豬油香 非常厚實 而且你不是說它那個健脂肉很好吃嗎 很好吃耶 正常那種通常會彩彩的對不對 它的不會耶 它的就是有一點嚼勁 但是又柔柔軟軟的 好吃 很棒 它有滷味啊 它滷味你不是也蠻愛的 它滷味說真的 它的滷汁很香 它不是中藥味那一種 它就是醬油味那一種 然後吃起來呢 偏愛它的豆干 它豆干真的是軟軟的 然後沾它那個辣椒糕 好好吃喔 可是你說那個白辣椒 跟那種辣椒糕 是都買得到的嗎 我覺得那個就是辣椒糕而已啊 就辣椒糕嘛 嗯 如果有觀眾朋友 也買得到這個辣椒糕 告訴我哪裡買 我好喜歡那個糕喔 那個糕就是甜甜的 然後尾韻的辣度還滿高的 對 我們下次去東城找找看 可以喔 我覺得說不定它那裡就有 應該是有 如果我們找到的話 也跟大家分享 對啊 如果你已經知道東城有的話 趕快留言給我們 留言給我們 它最主要 後面那個 我們不是有吃那個 餛飩乾麵 嗯 它的餛飩真的超好吃 可是我偏 愛它的乾的 是喔 對 因為它湯的齁 因為它的餛飩皮很薄 但是湯的齁 如果你像現在冬天吃還好 如果夏天齁 它放在那個湯裡面 人工會斷去 就是那個 那個餛飩皮會一直變軟 變軟變軟 最後腐化掉 對 會變得 比較不耐吃 但是如果你今天 想要維持那個皮的口感 我建議你點乾的 喔 所以就是乾餛飩是不是 乾餛飩 或者是乾的餛飩麵 乾的餛飩麵 對 然後它的大小碗呢 差10塊 但是呢 差距沒有很大 對 建議點小碗 就可以吃很飽了啦 對啦 建議點小碗 如果你真的食量蠻大的 點兩碗小碗 這樣的概念 比較省錢 比較省錢 對啦 是沒錯啦 真的是這樣 然後骨肉湯限量 它的骨肉湯真的超好 真的超好吃 對 然後那個湯也是很鮮甜 嗯 真的很厲害 它不是用煮麵水去煮那個湯喔 真的是大骨 狂熬 然後那個骨肉剃一下 煎熬嘛 對 煎熬 唱一下啊 心一跳 愛就開始煎熬 欸 你在清朝 你會不會抓去砍頭 為什麼 因為你煎熬啊 對 欸 敖拜 敖拜會來殺你喔 沒關係啦 皇帝也想殺他啊 對不對 我再唸一唸再唱給大家聽啊 好 剛才那一段大家可以消音 好 我們不好的過去 我們就有在過去 好 我影響未來 好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 分享給我們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